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德沃知事 今天我来说说发生在我家的事情 我给大家看两张账单 就是前段时间上个月 我母亲她住院 首先在一家我们县的医院住院 然后转院上桂林市一家医院去住院 一共前后一共大概是25、6天 我就想给大家看看 现在中国 像我们广西农村的住院 大概费用是怎么样的 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农村户口 所以我们有新农河 现在2020年的标准是 是每年每个人要交250块钱 直合成比如说美元 就是大概应该是不到35美元 对吧 如果是欧元 大概是31、32欧元左右一年 这25、6天都是我家 我哥 我姐 他们轮流 陪护他的 所以在这里 非常感谢这哥和姐他们 说到这里 可能有的小伙伴感到非常奇怪 为什么有歌有姐 不是有计划生育吗 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 是上世纪80年代初 至少在我们广西 这样80年代初开始实行 比较严格 应该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左右 特别严格 更严最严格的时候就是90年代初那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们像我们农村 就经常可以看见 有的女婴被生下来之后 被遗弃被抛弃 放到街边 或是放到人家屋 屋檐底下 然后用一个什么小的毛巾 把它包起来 上面有的连一个字条都没有 像我们村那时候有几户人家 因为有五六户人家 抱了那个女婴回去 然后自己像自己亲生的女儿 这样养大 现在这些人都出嫁了 现在都到了反哺的时候了 也就是这些人 现在就是娘家婆家两遍跑 我们那代人当时是没有计划生育的 那个时候在农村三四个非常正常 如果你是一个的或是两个的 反而是人家觉得很奇怪 像我们村 我的同班同学 我们都知道 其实有的有五六个的 最多的 我们隔壁村有个最多的 有一共生了12个 因为他原来一直都没有男孩 所以一直生一直生 生到最后生出一个男孩为止 所以现在他们家的人 就被当成一个故事 在我们当地传开来 不过现在像我们农村 一般就是最多就是两个 最多最多最多也有三个的 但是非常非常少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像我们桂林这一代 我觉得男女观念相对来说 要比以前改观很多了 所以如果即使第一个是女孩 可能有的人也选择不生第二胎 即使给你生他也不想生 因为觉得太麻烦 一个是养小孩的成本太高了 好了 刚才是说了一些其他的信息 那么回到正题来看看 我母亲住院的账单 这完全是实话实说 所以不吹不黑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医疗保险结算单 是住我们县医院的 一共住了6天 你看这里住院天数 我现在把它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你看这个写算是桂林市 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单 5月20号那天结算的女83 就是我母亲 她的10岁是83 虚岁84 5月15号入住 然后5月20号出院 一共是6天 估计是早上入住 下午出院 所以她算6天 那就由她算 我们看看总费用是有哪些 西药中程药 中程药其实不多 小剂就900多是药 我们再看看检查费很高 900多对吧 像治疗费这种床位费 我们看看五六天 等一天床位就是20块 21块钱 其实很便宜 一天 而且现在病房都是有空调的 我们看这没有手术 所以没有手术费 护理费也很低 治疗费也很低 化验费是最高的 也差不多有2000块 所以一共住了6天 是4407块钱 我们可以看到 自己负担的是1523块 统筹比例 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是不是那么多可以报销 但是是这样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报销的 所以最后算下来 它没有75% 这比例那么高 它有些是自费的项目 所以这6天一共我们自费是1500多块钱 一共的费用是4400多 也就是 我们看这张是收费的单据 就是缴费 发票相当于 刚才说了 是1500多 是自费的 这这我哥他们去帮缴了那么多 这是应该 这是差不多2900 应该是医保 它报报销的 估计 我们看看另外一张 医疗保险结算单 你看看 结算的日期是6月9号 我也把它放大 给大家看看更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6月9号那天结算的 就准就是住院 是5月21号到6月9号 他算住院天数20天 其实应该算18或者19天 一个更正确吧 女年龄83 说明是同一个人 就是我母亲 我们看总费用 中药这里一点没有 西药3000多 中肠药比较少 检查费这里3700 也挺多 治疗费2000多 护理费1500多 要比在县城那边 护理费多很多 我记得在县城那边 好像1100多 他住了6天 这里住了20天 1500多 我看床位费也很便宜 对吧 你看床位费 20多天 20天 也就是每天是 20多块钱 其实不贵 对吧 这也是有空调的 这房间 护理费也还可以 不算特别多 化验费 最大的项目 就是检查费和化验费 所以全部加起来 而西药3000多 全部加起来是16194块 最重要的是看看自己自付的部分是5421块 前面那天住6天的是1500多 现在这里是5400多 也就是我们一共住了25、6天的院 花了6900块钱 我们自付的 医保付的这里是我看看 你看16000多5000多 相当于10000多少钱 对吧 加上前面2800、2900 大概是13000多到14000是医保的 自己出的是6900 大概是这个幅度 好 我们看看这里是自费5421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就是缴费单了 这是实际缴纳的 刚才我说的是5420亿 因为在这里我们先交了1000块钱押金 所以后来又付的一部分是4421块 一共是5421块6毛1 总费用是16000多 我想补充一下前三四年左右 就是我爸也住过一次医院 在我们县城 有两家医院 从转院 从一家到另外一家 我们叫了救护车 当时我记得比较清楚 虽然不是特别特别清楚了 应该没有很大的出入 我们自付的就是大概是500人民币 如果折算成比如说美元 大概是70美元对吧 如果折算成欧元 大概是63 62 63欧元左右 这是救护车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 就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农村 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或者广西省 农村有医保的老人住院的情况 他要付费的情况 现在就是政府鼓励每个人都买医保 每年就是250块钱 我们可以看看250元的医保 如果是折算成美元 不到40 30多美元 35左右对吧 折算成欧元就是30欧元多一点点 是一年的费用 你有这个医保之后 你住院你可以看到 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但是目前中国的农村 我不知道全国是不是这样 我们那里还是有些人认为 有的人认为一年250块钱也太贵了 他认为如果不生病 这250块钱是白交了 所以这个意识需要转变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 我们朋友圈里面偶尔有些人 发一些什么水滴筹 这样是这样筹那样筹款的 当然我在其他国家 比如说美国也很多网上 筹款的治病的也有 中国也有 而且中国还不少 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没有买保险的意识 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医疗保险 不是百分之百全包的情况下 应该还拿出一部分钱 来买一个大病的医保 这样就不怕生病了 就不怕倾家荡产了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 当然在有些农村可能有些拿不出 比如说一年另外几百块钱 用来买医保可能拿不出来 但是基本的医保这250块钱 我认为是应该拿得出来 也应该拿得 像我们老家的农村 现在其实没有很多没有事干 特别是中老年人 他们干什么 一天到晚就打牌 打牌的是小赌博 一两块五块的那种 有这个经历还不去做一点事情 比如说去种种菜地 弄弄果园 因为我们那里农村每个人都有田地 但是有些老人就是懒这一时 如果每天你自己弄弄菜地 一年四季连蔬菜都不用买 你看节约多少钱 还可以养养鸡 养养鸭 还可以在地里种玉米 玉米可以当当饲料给问鸡喂鸭 或是养一头小猪也可以 一年养出来之后过年就可以杀猪了 我觉得说来说去 还是怪到自己一个人身上 你勤不勤劳 你会不会打算 你自己有天有地 你给他丢荒 你自己不会种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理解 有些我们那里有些农村人 他是怎么了 当然你可以说你年老了 你不能出去打工了 但是你自己像我母亲80多岁 她说她要工作到死 我们家开小商店的 我母亲说可以自食其力 自己赚自己的钱多好 当然我每年肯定要给 几万块人民币的生活费给他们的 因为我已经说好了 不管是治病的还是生活费 都是由我负责 这并不是他们没有生活费的问题 而是他们工作意愿的问题 老人家说我虽然80多岁 但我还可以动 你叫我一天到晚坐着 或者是一天到晚睡着 睡了骨头也会痛 坐着我的坐着 我屁股也会做痛 然后一天到晚 如果是坐着什么事都不干 我的脑袋都废掉了 他说如果我开店 有人来买东西 还可以跟我交谈一些东西 每天可以新鲜一点 所以这个意识导致了 他每天不间断的在动脑 还有他动身体 因为我家的楼房 它是平顶的 所以他搬了很多的那种泥土上去 在花坡里面 在花盆里面 他种菜 种花 每天上去 早晨起来 上去弄工作一个小时 劳动一个小时 相当于他说要比你去跳广场舞要好多了 我种出来的东西 我自己也可以吃 还不用去地里面 我就在楼顶 所以我们家 我母亲这样 他每年买蔬菜花的钱极少 几乎是自给自足 可以这样说 平时要买是什么 买可能鸡蛋 偶尔买些肉 还有其他的很少买 油都是我们自己的 都是 因为我哥他有花生 他有地 我自己还有地 我给我哥他们种了 他自己种花生 然后我们本地还有油炸 自己炸出来油 是纯净的油 没有参甲的 所以可以说 在农村其实现在 因为每个人都有田地 刚才说了 可以做到很多情况下 是自给自足的比例非常高 比如说我舅的儿子 就是我表弟 我表弟自己种稻谷 然后他把一部分种出来的稻谷 给我爸给我妈他们吃 因为我妈对等于我表弟 相当于我妈的侄子 对吧 年轻的时候 当时农村非常穷 我妈也帮了相当于娘家很多 所以他记得 现在自己种稻的东西 都是拿来给我爸我妈他们 像我哥他们也一样 所以每年在这方面的花费 其实非常少 像我爸我妈 或者是其他农村人 一年花费比较大的开支 其实是红白喜事 这在农村花费比较大 因为经常是农村的亲戚比较多 比如说今天生日了 明天小孩满月了 反正各种各样的酒市 现在农村是这样 咱们那里 就是广西 我们广西桂林农村 打红包起步价是100块钱 在农村 然后亲戚关系 朋友关系更加近的 大概是200块 大概是这个幅度 一年像我父母家 一年可能也要六七千块钱 红白喜事的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打红包稍微多一点 也有可能 所以像我哥他们 他们一年也要六七千到一万 因为他们交进要比我父母更广一点 但是平时花在食品上面的钱 我估计不到1万块 像农村这样 其实我觉得农村现在有一项 比较大的开支 是难的抽烟 在我们广西农村 几乎每一个在农村难的都抽烟的 几乎 不抽烟的是极少数 所以这项开支 现在一般抽烟就是很平常的烟 就10块钱15块钱的 就算你15块 你一天一包 那就是每个月就400多块人民币了 对吧 就450块 你一年就5400块 这算你的收入的比例很大了 如果是你正常出去打工 相当于一个月的开支了 或者是有的一个半月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农村形成的习惯 就是见到大人抽烟 所以小孩也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抽了 假如我当时一直到农村 可能我也会抽 所以这抽烟绝对在农村 是跟农村当地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牌一样 就是有些农村人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 有些农村的惰性 还有意识没有改变 另外我想说一下 像我们村里 现在每一个小店也都是用微信支付宝支付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比如说原来我爸他们特别排斥的 认为很危险 后来生意掉了很多 我们现在就说服他两个老人家 你们一定要接受你们的微信 还有支付宝收款 否则你们之后的生意可能会掉一大半 所以现在我觉得微信支付 或是无线或是手机支付 在中国发展得真的是 可以说是辐射到全国最小的乡村了 这假钞就没有可能性了 小偷也没有可能了 唯一就是怕着电信骗子 不过如果你不接他的电话 或是不把你的银行密码什么告诉对方 也没有什么危险的 好了 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意见 可以告诉我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